中国驻以色列使馆今日协助在巴以冲突附近地区的受困公民转移 中国公民转移 那你们能否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谢谢 自从10月7号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呢 有280多名中国公民被困在以色列南部地区斯德沃特市 安全风险较高 外交部指导驻以色列使馆迅速行动 全力组织被困人员转移撤离 在国内外前后方的共同努力下 截至目前被困人员已经全部撤离斯德沃特市 部分人员已经搭乘商业航班回国 根据初步统计冲突爆发后 已经有一千余名中国公民离开以色列回国或者赴第三国 我们将继续尽力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